位在玉里镇大宇的大宇展售中心 多年来地方居民都希望可以把长玉活化运用 不过当时总干事蔡中汉上任的时候呢 道路正在执行透宽计划 这项活化运用计划迟迟不能够启用 一直到去年透宽计划完工了 现阶段是马不停停在申请计划 现场学中卫去年也曾经来到展售中心会刊 未来会朝着三个目标规划前进 目的要吸引游客鼓励青年返乡创业 招牌上写着预期能会展售中心 但是老旧斑驳可见历史悠久 这里是位在玉里镇大于展售中心 民国98年设立是透过花东基金申请 蔡中汉上任时就有规划活化计划 不过道路正在执行拓宽计划 这项活化运用计划迟迟不能启用 直到去年拓宽计划完工 现阶段马不停停申请计划 那完工以后我们就马不停停地做计划的申请 跟处理 第一个就是入口意向跟展现 展现中心的规划部分 忠诚的部分是比较针对这个建筑 董教师也特别提出中长期计划当中 未来纳入整体规划资源 重整加值的机会与可行性 不只是开发周边产品 活化运用大于展售中心 整建观光亮点 还有鼓励新创实验 我们这里包括金融也好 家政妈妈也好 或是社区的部分 让他们有能力来做一个创业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说这里我希望 未来除了在地金融 聚集的一个地方 然后让他们在那边受训 在那边集合有一些想法 为在旅证大于的大于展售中心 多年来地方居民都是希望 能够将长域活化运用 预期农会总干事也希望透过申请计划 活化来运用 目的就是希望吸引游客 鼓励青年返乡创业 G9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